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像这样一个实例 像这样一个实例的话是我们VIP学院他的一个 他平时练习过程中的一个练习题吧 他在问我,然后这个地方该怎么去处理他 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或者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其实像这样一个实例或者说像这样一个线框图的话 如果说你是在工作过程中得到一个这样的线框图的时候 那你就要去注意一下 或者说首先你要去评估一下他的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合适还是不合适 因为并不是说所有你得到的这个线框图 因为我相信绝大部分同学他在做这样的一些练习的时候 因为这个练习的话跟我们的工作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对不对,你的练习跟你的工作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为一般来说你的练习题的话 那这个曲线的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但是在工作过程中很有可能 这个曲线有可能合适,有可能不合适 所以我们首先要去分析一下这个曲线的效果 合适还是不合适 如果说不合适 我们就要去对他进行相应的一个改进 或者说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个稍微的一个处理 OK,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这个曲线效果 大家可以来看啊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条曲线的一个效果 对吧 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是单独的一段线 这里是一段线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考虑把这里做成 因为我要考虑把这里把这一块面做出来的话 大家看到了没有 如果说我用这样的这样的曲线去做的话 它肯定是什么 它肯定会产生什么 产生对面 产生对面的情况 而产生对面对于很多初学者 或者说对我们产品设计来说 也是比较忌讳的一点 能够避免掉的对面 我们就尽量把它避免掉 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有一个对面的情况 所以第一点 这个地方已经不行 就是说手 既然有分段的曲线 那我后续就要对他进行处理 把这一段曲线把它做成一整段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那这条曲线的效果呢 我们可以来看 其实这条曲线的效果感觉也还行 对不对 也还行 对象说这个地方会稍微有一点点的 但是其实从这个 放大的比较大的效果来看 看的话 可能会存在稍微有一定的曲线 质量的一个变差 但是如果说 对一般的产品来说的话 这个效果呢 也是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调节的更加酸一点 那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分析来做一条 通过操绘的方式 对吧 OK 这是这样一条曲线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这条曲线 大家来看一下 而这条曲线的话 就会有一定的问题了 因为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 它要么就是一段 感觉像是一段圆弧的效果 对不对 有可能它是一段椭圆弧的效果 但是从它的曲率分析上面来看的话 很明显 它这条曲线 它的曲率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所以说这条曲线呢 很有可能我们再等一会儿 我们再做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重新来操组一下 这样说刚刚我们这条曲线 应该来说也还行 但是这条曲线是不太合适的 对不对 不太合适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 对它进行重新的创架 那OK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条 而这条的话应该来说是一段直向 然后继续来看一下这条 而这条的话 我感觉也还行 但是呢 感觉还是稍微会存在 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这条 而这条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理想 然后继续来看这样一条曲线 而这条曲线的话也还好 也还好 这条曲线的效果也还好 对 那OK 其实从这个几条曲线上面来看的话 这条是比较少的 这条呢 就稍微差一点 而这两条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好 如果说你想要把握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话 其实这几条曲线 那我干脆我全部都存心来做一下 是可以的 对不对 甚至你把上面这条曲线也存心做一下 是可以的 但是这一条 等这一条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存心 这两条肯定是要存心做一下 好的 那首先我们对这个图档 进行了一个分析 分析完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了对它进行一个操作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 刚刚我跟大家有讲的这一段呢 那我就考虑它是一段比较合适的效果 所以说我在这两条对它进行一个复制粘贴 按说服键把它做足了 也就是说我考虑对它进行一个什么呢 进行一个 选择一条逼竞曲线 复制成一条逼竞曲线的效果 对不对 OK 这条曲线我把它复制出来了 然后呢 然后我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OK 我们在这里呢 考虑对它进行传信来做一下吧 这里我们就炒过一条曲线 OK 我们就来做一条 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做一条直线吧 应该来说是做一段直线 OK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这样子吧 就是说反正做上一点没关系的 做上一点没关系 但是做短了的话就不顺理一下 是吧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 撒描 选择 这条 选择 这一条曲线 一条曲线 对不对 OK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段开始扫吧 稍微拖上了一点 不需要这么长 对不对 OK 进行 对它进行一个撒描 撒描 然后选择原始轨迹 选择辅足轨迹 我们选择这一条 选择辅足轨迹 选择这一条 然后呢 因为它是对称的 对称的话 中间需要垂直 需要垂直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择 因为默认是选择垂直轨迹 所以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垂直投影 或者做一个横定法向 其实在这里 垂直轨迹 或者说横定法向 就是一样的效果 因为中间 我们这条曲线的 卡卡在中间这个位置 OK 然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 撒描 然后这里的话 那我就考虑对它进行一个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 创建一个椭圆吧 这里我就考虑对它进行一个 椭圆的创建 比如说我们这样子 这样子 OK 这个地方有点 有点问题 那我们就来 那我们就来 做一条针性线 继续做一条针性线 OK 我们就通过一个这样的方式 一段 OK OK 好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条曲线就做出来了 当然了 不需要有这么多 我们就可以把它修剪掉一部分 比如说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修剪掉 对吧 然后我们选择计计计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一部分呢 就撒描出来了 通过一个撒描就得到了 这样一个效果 其实这一部分 肯定都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这个地方呢 会存在稍微有一点资料的问题 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不需要去管它 为什么呢 等一会我就可以把它切下来 对不对 切下来 切个四边 把它补起来就可以了 对不对 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 就可以把它搞定 好的 那这样一方面就做出来了 那接下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 做这一方面 而这方面的操作方式呢 那也就 也就差不多 对 我们就 同样的通过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 这条曲线也把它参考成了 我们做一段 做一段直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稍微做一点吧 都可以啊 好的 那我们选择确认 那接下来我们同样的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扫描 扫描 选择原始轨迹 我们选择这一条 而原始轨迹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的往上挪一点 因为这一部分 反而我就不需要它 比如说挪上来一点 第一挪上来一点的目的是 等一会我方便进入到扫描的时候 我方便来做这条曲线 第二的话 这个地方本来就不需要的 所以说我把它挪上来 不然的话 不剩啊 去扫描打 对不对 OK 我们选择辅助轨迹 我们选择这一条 然后再对它进行一个 切换 切换到一个什么 垂直轨迹 或者说 航金跑向 因为默认是垂直轨迹 OK 我们选择一个航金跑向 像这些里面 这些选项的话 这些里面 这些选项会在我们基础课程里面 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的 如果说比如说像这些选项 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啊 或者说不知道它 它的含义是什么的话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基础 基础知识 对吧 可能大家花时间去研究啊 或者说去摸索的话 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难 不算而去了解 其实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可能很有可能就非常快 就把它给大家了 介绍清楚了 比如说学习的话 确实学习是有方法的 OK 那我们就 这个地方呢 我们同样的可以把它 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一顿吧 OK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对它进行修剪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呢 把它修剪掉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对吧 OK 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来说 我没有选择上这个地方 这个点 所以说 我们扫描的时候呢 有点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来说是在这里 对吧 这个点应该是在这里 所以说我们重新来做一下 OK 这个点对应过了 哎 好 这里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对它进行修剪 比如做这样子 把它修剪掉 对吧 OK 然后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这一块 因为它的轨迹 它的截面身是一个椭圆 然后轨迹线呢 是这两条曲线 也就是说这两条曲线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呢 它的截面是椭圆的话 它的截面也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说撒描出来这个效果肯定也是比较合适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两个面应该来说单独来说这两个面的效果都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开始来做中间的这一部分衔接了 而中间这一部分衔接的话 就需要大家去好好地去观察一下这个地方的效果 还也就是需要大家对我们的曲面的一个创建 曲面的衔接有一定的了解 不然的话 你很有可能度它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你度的效果就不是很理想 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 既然我在这里 我要度衔接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这里的话 我还明显是度大了 对不对 度大了的话 我可以把它修剪掉 而这个地方我也可以把它修剪掉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拉伸 先把多余的部分呢 先把它修剪掉一下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位置 因为我知道 这条曲线在这个位置呢 肯定会有一个端点 所以说我考虑把它放置在这个位置 对吧 这个位置 然后这条曲线在这个位置呢 肯定也会有一个端点的 OK 我把这个位置呢 也把它找出了 那也就是说 我考虑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 把这两条曲线先把它 做出来 OK 这个地方 我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做一条这样的一条曲线 对吧 一条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做一条 这个地方它这两条是平行 没关系 这个地方的话没关系 我们做一个拉伸 就是说我们考虑做这样一个曲面的 拉伸这样一个曲面 而拉伸 拉伸出来这个曲面的话 我的目的是我自己要切这一块面 我又要切这一块面对不对 但是我发现了这个 这一块面 我们对它进行抬切的时候 因为这样子去抬切的话 大家会发现这个地方会多余了一点 所以说我们可以对之前的这个扫描 进行轻微的一个调整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的轨迹线呢 可以把它往这边挪一点 因为不需要这么长 对不对 OK 我们就可以决定 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的 我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轻微的调整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条轨迹线 可以把它稍微的往这边挪一点 因为不需要这么长 一样的 不需要这么长 对不对 OK 好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两端就做出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剪 那OK 一段修剪结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另外一段 OK 把它修剪结了 对吧 然后可以把它移成了 大家可以拿看一下 那是不是接下来的工作 接下来的工作 是不是只是把这个地方把它衔接好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前面这一段 跟这一段真的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拿做这个地方的衔接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要做这个地方的衔接 但是这个地方的衔接 大家依然是要去分析这个地方的效果 因为这个地方的衔接 大家来看 这一部分它的跨度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它是比较顺的 所以说我考虑先把这一部分把它做出来 如果说我把这一部分把它做出来了 大家来看 如果说我把这一部分把它做出来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只剩下一条边 两条边 三条边 四条边 五条边 是不是只剩下一个五边了 那五边的话就是一个五边插四边的一个工作了 对吧 五边插四边的一个工作 所以归根结底呢 这个地方最后 的一个问题就是五边插四边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里扫描 这里扫描 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考虑用扫描 对吧 OK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我们做一个 做一条曲线 好吧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参考 那 比如说这里我们同样的是做一条专页 做一条专页 这个地方的话我来看一下 OK 做长一点 同样的 同样的做长一点 好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这条曲线也把它做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个边界混合来做 用一个边界混合来做也是可以的 OK 那这里我们做一个边界混合 比如说我们做一条 做一条曲线 然后呢 这里我们就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这个点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参考 比如说我们参考这一段曲线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做这一段和这一段做线接 对吧 那接下来的话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相切的元素 这一段我们做一个相切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做一个角度的标注 这里我们就做一个90度 行吧 就做一个90度啊 然后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把它 比如说稍微的往这边挪一点 稍微的往这边挪一点 嗯 OK 好的 那这样的话 这条曲线我们就做出来了 对不对 这条曲线做出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 那接下来 大家来看 我考虑 这样我考虑做一个边界混合的话 一条边有了 对不对 这里两条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里来把打起来 好的 那我们就做一个拉伸 就做一个拉伸 那OK 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拿 比如说我们可以拿参考这个点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打一条 打一条直线出来吧 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子 OK 我们选择确认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对它 进行一个稍微的拉伸 嗯 OK 然后这里呢 我们做一个相交线吧 啊 不做相交也可以 好的 那我们就做一个一条曲线 曲线 方向切换一下 OK 我们就参考一下这个方面 对吧 参考一下这个方面 然后就再继续来参考这个点 这个点 有点问题 这个点可能会有点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点很有可能 有可能跟这个 这点曲线呢 不一定在这条线上 对不对 但是我刚刚 因为我们刚刚去分析的话 应该来说它是一段直线 所以说我们就暂时 就直接参考它 如果说有问题 那我们就只能等一会儿再来改了 好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形成起来 然后呢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约束吧 这里我们 做一条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 角度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角度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 把这条曲线呢 稍微的调整一下 把它往这边拖一点 OK 好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条曲线呢 就做出来了 对不对 这条曲线就做出来了 好的 那我们就做一个边界红额 比如说边界红额 一条 一条边 两条边 然后我们选择第二个方向 然后选择这一条和这一条 对吧 OK 这个地方应该来说不需要约束 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箱级的约束 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垂直 或者说垂直板 垂直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曲面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对吧 那这个曲面做出来的话 那接下来如果说我这样子一切 那我这样子一切 对吧 如果说我这样子一切一刀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剩下一个五边了 就是说非常合适的一个五边的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地方做一个拉伸 把它切下来 那我们同样的在这里做一个参考 参考 刚刚应该来说这个地方会有一段线的 所以说我们考虑了把它参考进来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比如说 因为这里如果说你做的比较大的话 这个五边会跨度的会比较大 所以说我考虑了把它稍微做小一点 这个地方 OK 行吧 就这样找做一段 做一段直的效果 做一段直的效果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聚入材料这个操作 然后方向我们可以切换一下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效果是不是若隐若现就出来了 效果是不是就若隐若现出来了 OK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这里来 把它衔接起来 衔接它的方式的话 肯定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样子来做了 通过点的基础线 这样子把它衔接起来 把它衔接起来 对吧 OK 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香气的位置 把它衔接方向我们切换一下 这个地方也做一个香气的位置 选择 这一段 然后方向 OK 好的 那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来看 五边拆四边 最简单 或者说最 最普通的方式就是打对角 一个对角 一个对角 大家可以来说 一段 两段 三段 四段 是不是四段的效果 就是五边 拆四边 就打一个对角之后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拆成一个四边和一个三边 这里是个三边 这里是个四边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并接红 一条边 两条边 我们选择第二方向 选择一条边 选择两条边 对吧 但是我做到这里的时候 我是不是漏了一个操作 是什么 这条曲线 我是不是我们当时说的说 这条曲线是不是存在一定的一个曲线 质量的问题 对吧 那OK 我们就退除一下 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考虑把原始的这条线 把它隐藏一下 然后继续把这几条线 也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把它隐藏起来 然后在这里 我们做一条曲线 好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来参考一下 比如说我们参考这一段和这一段 那接下来我们选择一个样的曲线 把它衔接起来 对不对 这一段我们做一个相切的元素 这一段也做一个相切的元素 那这条曲线是做好了 但是到底合适 是不合适的 那我就要把原始的这一段 把它显示出来 而为什么我刚开始的时候 不把它直接把它显示出来 因为我不想 我不希望等于 我不希望我做的这条曲线 我不小心就参考到了原始的这一段效果 所以说我索性就把它直接把它隐藏起来 然后我再来对它进行操作 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合适了 对不对 那就它就它的效果 就不会影响到我的操作 对吧 OK 好的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来看 好的那我们就做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做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如果说我跟大家讲的是 如果说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 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有同学会装牛选线 我发现有同学会装牛选线 老师这条线跟这条线有区别 这条线跟这条线不对 对吧 如果说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 你的客户看到了你的这条线 跟这条线有区别 你觉得它能够接受吗 或者说你是我的客户 你看到我改了你的图 改成一个这样的效果 你觉得你会接受吗 觉得可以的话 大家可以刷走鲜花 觉得不可以的话 大家可以巧告 好吧 这个地方的话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地方确实 它的这个偏差是非常小的 而且呢 我们还提升了它的质量 并不是说下降了它的质量 对吧 OK我们这里来做一个 并且混合一条边 选择第二条边 我们选择第二方向 选择一条边 选择第二条边 然后这个地方做一个垂直的月收 这里来做一个相切 这里来我们也做一个相切 好的 那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对吧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效果 因为这里是两个面 两个面的一个衔接的 其实我们把这里衔接起来之后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来看 对不对 有图有真相 或者说就是说这个地方 有这样一个效果 有 图档在这里 图档在这里 并不是说不能借人的 其实这个到底做得好 还是不好 大家可以通过肉眼 是可以 判断的一部分出来 对不对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那接下来的话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地方 就剩下一个三边 三边的效果 其实三边呢 我们一样的 我们的目的呢 又是踩四边 踩四边的话 大家来看 我是不是这样子 搭一条边子了 是不是就四边了 比如说我继续搭这个对角 我继续搭这个对角 是不是一样的是一个四边了 那我把这一部分把切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 从个笔记红来 把这个面把它做出来 但是这个角呢 我们没必要 搭到最下面去 因为最下面的话 这个地方跨度会有点大 所以说我考虑 比如说我们可以 打在中间这一部分 打在中间这一部分 那这样子 打出来一个 比较合适的四边 就OK了 对吧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里呢 我们就做一个拉伸 或者说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直接做一个造型曲线吧 好吧 那么就直接做一条造型曲线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啊 做一段 当然造型曲线 我可能 在我们的免费课程 就是视频课程里面 可能讲的相对来说 会少一点 但是呢 造型这一块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 而且呢 我们也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在造型的这个 在造型这一块 造型的这个模块的讲解里面 是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的 所以呢 而且造型这一块 对实际的工作的帮助 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大家如果说 对造型这一块 不是很熟的同学的话 大家就要花 多花一点时间 去好好的研究一下 就像 就像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武器啊 比如说你 别人有一个比较好的武器 他在用 用一个比较好的武器 结果呢 你有是有 但是你不用的话 是不是 是不是有点困扬 对吧 是不是有点困扬 对 一个比较好的武器 不是说只有他能用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用的 好的 那我给我们选择确认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 对他进行一个修件 OK 这个地方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一部分应该来说是 合并的啊 是的 有同学有注意到了 合并了 是的 合并了的话 这样子的话 也就是说 刚刚我不小心 就是说我在给大家看效果的时候 刚有同学有注意到 因为我在给大家看效果的时候 我特意把它合并起来 因为如果说不合并的话 它效果会不是那么好 因为大家会发现 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条分析的效果 其实这个是一个显示的问题 而刚刚呢 我是为了给大家看效果的时候 我就把它合并起来了 而合并起来之后 我又没有记住把它把它删除掉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合并起来 所以对它进行修剪了 这个地方就有点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好吧 OK 这里的话 那我们就因为 如果说我把它删除掉的话 这个地方因为它会有一个复的关系 在这里 比如说我考虑了 就在这里了 我就不去删这个合并了 我就不去删这个合并了 那我就在这里对它进行一个修剪 比如说我对这一块面走进行一个修剪 然后选择这一条边 而选择这条边的话修剪是有问题的 我们就需要按住说服键 把这一段了也把它选出来 但是大家会发现 我选择这条边的时候呢 选不到 因为这里没并没有一段效果 对不对 并没有一段效果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就同样的 我们是可以对这条曲线进行一个修复复制出来 复制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个修剪 OK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进修剪 对吧 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像这个软件的一些基本的操作的话 大家就要比较索利的去掌握它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不小心 OK 然后你又得重新来做一遍了 重新来做一遍的话 是不是有点不划断了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做一个边界混合 一条边选择第二条边选择第二个方向 一条边 第二条边 OK 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香气的元素 这里来做一个香气的元素 这里来我们也做一个香气的元素 好的 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考虑做一个垂直的元素 OK 垂直的话我们选择中间这一部分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预览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地方就OK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就做出来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比如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合边 把它合并起来 把它合并起来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对吧 那这样的效果的话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当然这个效果肯定会 这个效果的话肯定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效果 但是如果是大家一挑毛病的话 你肯定也是可以挑得出来的 对吧 肯定是可以挑得出来的 但是呢 但是呢 不能体面 选择套体面 大家看一下 这样一个效果的话 其实我们要去改进它的效果 肯定还是有方法的 就是说我们还有相应的一些操作 相应的一些方法 把相应的这些地方进行一个改进 而这些改进的话 当然像这样一个实力的话 做的一个这样的效果 是已经比较合适了 但是如果说有一些比较高的一些要求的话 那我们也是有方法对它进行调节的 对不对 那OK 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里 我们来把这一部分把它做一下 其实这个地方一样的一条边 两条边三条边 这里是一个三边的效果 其实三边呢 刚刚刚有讲了 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打一样子切一刀 那OK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 是不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字边 所以说像这样子一切的话 那就搞定了 那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拉伸切除 把它切一下 然后大概是在这里了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就参考这个点吧 我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大概做一个这样的效果 这样一个效果的话 我刚刚好像是把它合并起来 对不对 好像是把它合并起来 那合并起来的话 这个地方就相对来说会麻烦一点 应该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合并的 只是刚 估计是刚刚一不小心兴奋了一下 对吧 OK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参考这个点吧 因为这里会是一段的效果 就是我考虑了 把这一段做我们编辑缓 里面的四条边的一条边 OK 然后我们可以再次拿比如说 做一个这样的效果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比如大概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对吧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效果就把它做出来了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问题呢 也是这么一个问题 OK 我们就做一个拉伸 拉伸 就要接下来一个采切 是吧 采切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出了这一条曲线 而这条曲线的话 刚刚我其实我们刚刚也分析过了 那么再来分析一下 这条曲线的话 我们重新做一条版业 也重新做一条版 因为过多或少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把这条曲线也把它隐藏起来 然后在这里呢 做一段 参考一下 这一段和这一段 OK 我们在这里呢 做一段 相切的效果 这个地方呢 也做一段相切的效果 然后把原始的这一部分呢 把它显示出来 把它显示出来的目的就是要 这样子去调整它 对吧 这样子去调整它 我感觉这样子去调呢 还是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的话 那我就需要在这里啊 添加一个点 大概的去 添加个点 去稍微的调整一下 就是你 拧合一下 那这个地方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稍微的调高一点啊 这个地方也稍微的调高一点啊 中间这个地方呢 稍微压一点啊 对不对 压一点 好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效果呢 就调整它一个比较合适的效果了 对吧 调整它一个比较合适的效果 那OK 这样子的话 大家可以来看 对不对 结婚说 结束了 能不能结束了 如果说可以结束 那OK 我们就调到这里 如果说不能结束了 不能结束 或者说你的客户不能结束 你的客户说 一定按我的要求来做 一定按我原始的效果来做 OK 你就指定你原始的效果来做 就可以了 对吧 好的 OK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效果 大家可以来看 比如说我们把它调题为10 对吧 这条曲线 跟我原来的那条曲线的对比 怎么样呢 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也曾学说了 子孙应该是有鲜花的 是的 应该是有鲜花的 好的 那我们就选择 那我们就选择去热 选择去热 那接下来我们做一个边界混合 一条边 选择第二条边 我们选择第二条方向 选择一条边 选择第二条边 选择第二条边的话 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来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 又是 这一部分我们应该是要 我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刚刚我切的时候 是不是一不小心切了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是用的是一个什么 这里我们切的时候做了一小段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做一条边好吧 做一个确认 就是做一个失败的针 放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往上挪一格 把它往上挪一格之后 我们对它进行复制粘贴 把它复制成一条逼近曲线 把它做一条逼近曲线 然后在这里呢 恢复一下 对它进行编辑定义 选择第二个方向 选择它 然后继续选择这一段 对吧 OK 然后我们在这里 做一个垂直的 选择一个垂直的元素 现在我们选择一个香气的元素 现在我们选择一个香气的元素 对吧 OK 我们选择它 这个地方一样的 选择一个香气的元素 搞定 打完收工 对不对 打完收工 好的 OK 好的 那接下的话 接下的话 这个地方 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的一个框间的话 我就不去给大家讲了 好吧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去给大家讲了 这里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操作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里 我们来看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一段打起来 这里打一条 对不对 这里 就是把这一小 把这一部分把它切掉 然后補一个四边 補一个四边 跟这个地方的操作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这条便利可以转新的 做一下 因为这条曲线的效果 是不理想的 对吧 这条曲线的效果是不理想的 所以说这条曲线的 也可以转新来做一条 对吧 好的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全部都把它做出来了 所以前面跟后面 这个地方 就不去给大家讲了 因为就算给大家讲了 它都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尝试性的 去做一下 或者说加一下我的QQ 或者说加一下我们客服 那时候把这个练习一下 把这个练习的图档 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尝试性的去做一下 对大家来说的话 应该来说 也是对于曲面这一块 有一个更加熟悉的一个过程 因为曲面这一块的话 其实技巧是一方面 经验是一方面 练习也是一方面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去练 哪怕你听得再好 听得再懂 其实不管是大家免费的课程上面的同学也好 还是我们的VIP学员也好 我都会跟大家讲究 就是说你的练习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去练 你练了之后我才知道你的效果 或者说你练了之后 你才有一个比较好的说话 好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实力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 大家赶快去加我们的客服 去了解我们这边的系统培训情况 因为通过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的话 或者说通过一个培训的话 你学到的是别人的经验 而并不是学到的是一些软件的一个基本的造作 学到的是别人的经验 或者是一些技巧一些处理问题的一个能力的话 这方面的培养对于大家来说的话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在学习工作过程中 碰到的相应的问题 都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加我QQ加我微信都可以 我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 在学习的工作中